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黄祸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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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救救我们 黄祸来了 黄祸又来了 我的天啊 莎莎宰宰 快逃啊 黄祸公公 我们怕黄祸 怎么连你也怕 不止我怕 几乎全世界的人都怕 不会的 黄祸哪有这么大的本事啊 宰宰啊 你不知道 那个时候蒙古人啊 从亚洲北部一直打到亚洲西部 再从亚洲西部打到欧洲 一直打到地中海 打到意大利啊 当时差不多整个欧洲啊 都快要被蒙古人征服了 你说可不可怕 黄祸公公 你在说什么啊 黄祸 不对吧 你明明是在说蒙古人 黄祸就是指蒙古人啊 在八百多年前 蒙古英雄成吉思汉 率领蒙古继兵西征 他们实在太厉害了 欧洲人对付不了这群黄皮肤的蒙古人 所以把他们称为黄祸 我请帮帮你弄错了 我弄错了 不会吧 这段历史我很熟啊 怎么会弄错呢 我没说的黄祸不是指蒙古人 而是指蒙古家的那只大黄狗 大黄狗 对啊 那只大黄狗好坏哦 贱人就乱吼乱叫 有的时候还会咬人哦 他很会闯祸哦 所以啊 我们就叫他黄祸 刚刚他一直在后面追我们 差点把我们吓死了 哎呀 说了半天 原来是一只大黄狗 我还以为蒙古人又来了呢 那已经是八百年前的事了 魔镜公公 你是不是头昏了 我 我哪有啊 魔镜公公 你说欧洲人把蒙古人 比喻成黄祸 这么说 大家一定都很怕他们咯 那当然啦 不过有一个却不怕 啊 是谁 他是一个大将军吗 不是 他只是个读书人 他的名字叫文天祥 是南宋时代的人 文天祥 他为什么不怕蒙古人呢 你们想不想听他的故事啊 当然想了 魔镜公公 你赶快说嘛 好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吧 正气歌 大约在七百多年前的时候 蒙古鸡兵向一阵超级强风 由东向西吹 吹得欧洲跟西亚各国运头转向的 接着 强风又向南吹向了宋朝 原本就已经腐朽衰败的宋朝 这个时候就更像是一栋快要倒塌的房子一样 哪经得起这阵强风的吹袭呢 在蒙古鸡兵猛烈的攻击之下 宋朝很快地就灭亡了 蒙古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大帝国 元朝 元朝刚刚建立的时候 日子并不怎么好过 因为有一些宋朝的臣子 宁死也不投降 还在南方跟他们对抗 其中最叫蒙古人伤痛脑筋的 就是一个叫做文天祥的人 文天祥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是个将军吗 启禀皇上 他不是将军 他是个读书人 读书人啊 那好办啊 宋朝的读书人 不都是喜欢钱呢 多送他一点 他不就乖乖地来投降我们元朝了吗 启禀皇上 文天祥不爱钱呢 他不但不爱钱 还把自己的家产全都卖了 来帮助反抗军买粮食呢 不爱钱呢 他总怕死吧 启禀皇上 他也不怕死啊 有一次他被咱们捉到了 他很坚决地说 要杀要寡 随你们的便 要我投降 拜不到 宋朝居然有这种人呢 不爱钱 不怕死 这个人 你们一定要给我抓回来 是 自从宋朝灭亡之后 文天祥就逃到南方的福建 在那儿招兵买马 组织抗援的军队 有一次 他们还从福建 一路向北进攻 攻下了湖南 江西 湖北几个省份 这是他从元朝建立以来 从来就没有过的情况 忽必烈皇帝 简直是气坏了 他派了大批的人马 去捉拿文天祥 并且还下令 凡是能够活捉文天祥的人 就封他做万户侯 元军大为惊喜 一个个奋不顾身地去捉拿文天祥 可怜的文天祥被追得真是无路可逃了 这一天文天祥在一个叫做武岭坡的地方扎营 寒冷的北风呼呼地吹着 士兵们个个又饿又冻的 于是文天祥就让士兵们先生火煮饭 文大人 我们快没粮食了 怎么办呢 还剩多少 大概就只剩这一顿了 风这么大 天气又这么冷 兄弟们再不吃点东西 恐怕会撑不下去的 这样吧 还是先煮点东西吃吧 是 后友追兵 现在又没有粮食了 难道老天爷 真的要逼我走上绝路吗 士兵们架起了锅灶 准备要煮最后一点粮食 然而 整档米才刚刚下锅 水都还没有煮沸呢 一阵汗沙声 从四面八方传了过来 蒙古鸡兵队 像是风一般的杀了过来了 文天祥跟士兵们 立刻搁下了手边的碗筷 拿起刀剑 跟敌人就杀了起来 可怜 这一群士兵 又饿又动的 他们怎么会有力气 跟强壮的蒙古鸡兵拼斗呢 才不一会儿功夫 士兵们 一个个的倒了下来 文天祥一看大势已去 立刻就从口袋里头 掏出了早就准备好的毒药 他是宁可死 也不愿意被敌人俘虏的 没想到 他居然只是昏了过去 并没有死 当他醒过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正在一艘大船上 正要被押解到北方去 温天祥你醒了 这是什么地方 这个地方叫做林丁阳 林丁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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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天祥不禁思绪澎湃 百感焦急 林丁 林丁 我现在的确是孤国 林丁阳 我那朝夕渔宫的战友 你们现在在哪里 我的妻子 我的孩子 你们现在又是在哪里 海涛汹涌 文天祥站在船头上 海风吹动他的衣襟 他的思潮 就像是海涛一样翻腾不已 他向看守的人要了纸笔 在纸上写下了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担心赵汉清 这两句诗 这两句诗的意思是说 自古至今 每个人都会死 但是死要死得有价值 文天祥暗暗地下定了决心 要让历史来证明 他自己的这一片忠心 于是文天祥就开始绝食了 这文天祥什么也不吃 这可怎么办呢 千万不能让他死啊 皇上说了 要捉活的 真看不出来 一个文若书生 居然有钢铁一般的心啊 任凭袁军怎么样的压迫他 文天祥说不吃就是不吃 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瘦了下来 袁军害怕他死掉 回去了不好交代 于是就强行灌食 文天祥仍然是咬紧牙关不从 这天晚上 文天祥坐在甲板上 突然啪的一声 一块用纸包着的石头从岸上丢了过来 文天祥捡起了石子 发现白纸上写着字 文大人 我们听说您在绝食都难过得多 文大人 您千万不能死 我们等着您带领着我们继续抵抗蒙古军呢 短短的几行字 重新燃起了文天祥的生命力 他朝着岸边望过去 岸上的草丛里 隐隐约约的看出了一些人影 他们望着江中的船 一个个在痛哭呢 我太自私了 只想到保全自己的气节 竟然忘了他们 在没有完全绝望前 我要活下去 为宋朝的子民活下去 文天祥又燃起了求生的意志 这天晚上 他又开始吃东西了 不久 文天祥被送到了元朝的首都 他被关在一间 又湿又冷 整年都看不见阳光的小屋子里 这间屋子啊 冬天冷得像是冰库一样 夏天却热得叫人受不了 而且还有一股好难闻的味道哦 元太祖忽必烈 很欣赏文天祥的气节 于是亲自召见他 我知道你是一个铁铮铮铮的汉子 我不忍心杀死你 只要你肯用对宋朝的忠心来对待我 那我愿意封你当宰相 我是宋朝的人 怎么可以再投靠别的国家呢 可是宋朝已经亡了 只要我活着的一天 我就会想办法让他再复兴起来 如果你觉得宰相的职位太小 那没关系啊 我可以封你当王爷 你想要多少的财产 我都可以给你 我什么官也不要 什么财富也不要 那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呢 我想要死 你杀了我吧 元太祖忽必烈 听到文天祥这些话 是又敬佩又觉得可惜 摇摇头又将他押回了大牢里 但是忽必烈他并没有死心 第二天 他又派文天祥的弟弟文毕去劝他 大哥 你一定饿了吧 我给你准备了很多可口的食物 来来来 趁热吃了吧 相信你一定很久没吃饱了 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食物 你不是也被俘虏了吗 大哥 你看 我这还有很多钱呢 只要你肯投降 这些全都是你的了 原来你已经投降了 大哥 我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吗 你就别再固执了 元朝皇帝对我们很不错的 哼 你拿回去 我不吃元朝官家的饭 不用元朝官家的钱 现在你是元朝的大官 我是宋朝的大臣 我们两个是不同世界的人了 你给我滚 滚 这 温天祥两眼喷火 拿起了钱包 向文毕就猛力的扔过去 四百万钱 一下子洒得满地 哎 文大人啊 您这是何苦呢 产爷自家兄弟嘛 什么自家兄弟 把饭送走 把钱送走 哎呀 我不能送啊 这个文毕大人 他会怪我呀 滚 连你也滚 狱卒原本也想劝劝文天祥的 没想到竟然被他骂了个狗血淋头 连弟弟也劝不动文天祥 忽必烈皇帝也没辙了 他想 就让文天祥关在牢房里吧 关在那儿的滋味并不好受哦 一旦文天祥哪天受不了了 他一定就会投降的 文天祥在牢房里就这么过了四年 可真是吃尽了苦头 但是他仍然不改变心意 在牢房里 文天祥写了很多的诗 来表示他自己的一片忠心 其中最有名的一篇是正气歌 元太祖忽必烈看了正气歌之后 知道再也劝不了文天祥了 于是只好下令杀了他 这一年的十二月初八 文天祥被送到了刑场 文天祥啊 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死就死 无话可说 只要你肯点刀投降 就可以免掉一死 你怎么这么傻呢 请用心吧 好 好 行行 文天祥跪了下来 向南方拜了一拜 我已经尽到了报效国家的责任了 说完 文天祥含着笑走上了刑台 这一年 他才四十八岁呢 文天祥 就在文天祥受刑的那一天 京城里不知道有多少人家摆出了香案 向着刑场的方向撒酒祭拜 文大人死得可真可怜啊 是啊 这么忠心爱国的人居然落得这般下场 你们别哭 应该笑才对 一个终身死了 我们怎么笑得出来呢 文大人虽然死了 但这是他要的 他希望的 如今他的心愿完成了 难道我们不应该为他高兴吗 说的也是啊 说的也是啊 被关在那种鬼里边 简直生不如死 如今文大人算是解脱了 对对对 我们应该笑 我们应该为他高兴 是啊 是 我们应该笑啊 小朋友 这就是文天祥的故事 他的爱国故事到现在都一直广为流传着 等你们长大一点 不妨把文天祥的正气歌拿来读一读 你一定会更加的感动 更加的佩服他的 文天祥好可怜 他真的是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忠臣 连我魔镜公公都对他佩服极了 你们等一等 子彦你要去哪里 我要去找正气歌 我好想看看文天祥写了些什么 宅宅 你才读幼稚园发班 你哪里看得懂啊 宅宅 你别急 等你长大了再看也不迟啊 那真是一篇好文章 要不是生长在这么混乱的时代 文天祥一定是一位了不起的文学家 魔镜公公 有一件事我不太明白 什么事啊 文天祥是个读书人 又不是什么大将军 为什么忽必略皇帝那么希望他投降啊 是啊 一个读书人又没有高强的武功 既不能保护他也不能替他去打仗 他为什么要让他当宰相 甚至当王爷 对啊 傻傻宅宅宅啊 武功高强固然很重要 但是一个人的头脑不聪明 也是办不了大事的 所以人家不是常常说什么 笔的力量胜过剑吗 这就是在告诉我们知识的重要 哦 我懂了 文天祥从书里面学到了很多的道理 所以他知道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他只去做对的事 而不会像一般的人糊里糊涂的 对 文天祥啊 正是从书本里了解到一个人的气节比生命财富都重要 而且也认真的去实践 这就是他比一般人了不起的地方 原来读书有这么大的力量啊 那当然了 知识的力量啊 向来都是很可怕的 所以你别看读书人文周周的 他的力量可不比一个将军小哦 所以啊 魔镜公公 我知道你下面要说什么咯 莎莎 你又不是魔镜公公 你怎么知道 莎莎 你倒说说看 我想说什么 好 所以啊 莎莎 莎莎 你们一定要用功读书 多吸收知识 将来才会有出席的 对不对啊 魔镜公公 莎莎 你很了解我嘛 莎莎不是了解你 是看透你了 哦 我被你看透了 谁叫你逮住机会 就想叫我们读书 哎呀 我也是为你们好啊 知道了啦 魔镜公公 我们会认真读书的 这才是好孩子嘛 我还不认真读书的 我还不认真读书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